小朋友手舞足道 自信满满展现唱跳实力 上课时认真累积的美与能力 这回用唱的表演给全场大小朋友看 老师会拍我的作业 其实这个音乐的时候会当我的家教教育 这边唱的其实很惊讶 因为就是从内力到屏东 有很多全台湾的小朋友一起 然后可以看到不同分校的小朋友 不同的特色我觉得很有趣 由美与品牌台湾总部举办的美与力竞赛 今年是第二届 比赛内容除了唱跳 还有朗读演讲和简报展演 让幼儿园到小学六年级的孩子 透过不同的模式展现自我 除了各个年龄应该有的一个 语言能力之外 譬如说像我们在比较低年级的 小朋友的一个团体说唱的比赛项目中 我们比较在意的就是 他们整体的协调性 或者是说舞台的一个平衡性 评分标准除了美与能力 勇敢与自信也是在台上 不可或缺的元素 来自全台各分校的小朋友 经过重重关卡晋级决赛 在比赛中获得的成就感 为学习带来更多乐趣 会比较大方一点然后不会害羞 开心学习就会进步 我们希望藉由这一次的活动 我们能够提供给孩子一个 除了学校考试之外 他们能够展现他们的学习成果 然后让他们发挥他们的创意 还有团队合作的一个舞台 第一名是我们的西楼分场 透过舞台比赛 看见孩子们的学习成果与创意 美与品牌未来也将持续举办 美与力竞赛 让孩子们自信开口说美与 东森新闻江青康 萧景云 在台中采访报道